好 怎么样 谈谈顺利吗 干吗 就算是竞争对手 也不用不说话吧 陈总 你是知道的 我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了 对 那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 有什么事情在这里说就好了 你也知道的 我最近很忙 晓鸥 你真把我当敌人了 陈总 当初我们意见不统一 你离开公司是你的选择 我充分尊重 那天在公司我的话确实有点撞向我 我 陈总 我想你是多虑了 我把你当成竞争对手 但竞争对手不是敌人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 这 从本游 missing 自在 周军 主办方现在 应该已经助手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了 如果我们现在取消 那民遇上肯定会受损呀 机智机智 应名 明明 其实我觉得也没这么复杂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 如期参与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 对啊 小念 要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 反正现在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已经找到了 还就下啥 还犹豫啥 还想逆天改命啊 那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那就麻烦你了 举手之劳 喂 你帮我看一下 下周二的工作安排 好 那 你帮我跟这个客户安排一下 看看人定的会议 能不能往后推一推 我周二可能有其他的安排 还有就是刚才一些不太重要的会议 就干脆取消吧 到时候在立会上 直接交代就好了 就这样 还没 Mononi 沐千出 是小念师弟 还挺有意思的 你最近有空吗 我想见你一遍 咱们的漫画原型 没有新的到场 是不是很遗憾呀 这有什么遗憾的 他忙点倒是好事 要不然公司倒了 咱们这些小喽喽 都得先猜 你可不是小喽喽 你是未来的 你 未来的什么 未来的 新一代漫画大神啊 神一样的漫画女侠 石小念大神 大神 禽兽小的一半 狗富贵 狗富贵 莫相望 莫相望 这句话就说了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二遍了 真是的 我都跟你说了 我呢 就是一个讲信誉的好少年 石小念大神 事已至此 你就不要再上火了 而且那个沐千初 除了脑子有点问题 颜值和身段 还是可以撑撑场的嘛 又有新节目 又不看脸 又有什么颜值和身段 嗯 不过 他帮我们虽然解了人眉至极 但你说石笛那边 会不会 你放心吧 石笛这方面我早就想到了 他压根就不会对这种节目感兴趣 而且主办方那边 也压根不知道我们嘉宾是谁 也不会在广告上写出嘉宾的名字 等沐千初录完了 石笛 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你心里没有鬼就行 你又不可能跟沐千初死灰复燃 小老板 陈总怎么说 为什么就是寒暄了几句 陈总这个人啊 虽说是有点 撞到什么时候 那个直播节目 下午三点 小老板 你是不是 别多想 我没多想 这不您问我的吗 我是你老板 不能问吗 那您到底去不去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去呢 小老板 你现在这脸上啊 就大大地写着 我要去跟石小念做制度 藏着传不住 你这么清楚我心里在想什么 嗯 那你猜不猜得到 我今年不打算给你掌心啊 小老板 小老板 我认不也是为你也好呢 没想到合作这么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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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还是没有见到雇主的卢山真面目 说实话挺让人不安心的 钱是最让人有安全感的东西 每次合作 我们的钱都一分不少地打到了你账户上 这还不够让你有安全感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交易 不外乎拿钱办事 既然你们已经付钱给我了 我一定会好好服务 虽然你们老板现在还没有见我 从侧面也表明了 他不够信任我 我很慌啊 你说你这次查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你老板对穆千初和石敌 这对菜子佳人 之前有所了解吗 其实石小念 石敌 穆千初 这三个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穆千初也绝非不只是石小念的媚许 他们之间一定有其他的牵连 至于石敌 他好像对石小念有亏欠 而这个亏欠 应该跟穆千初有关系 这个白鱼倒是挺敬业的 人家说一声 把他的心思都回到石小念头去 这么复杂的人事 再加上 你老板对石小念盯得有这么紧 我相信他不会错过的 穆总 陈总到了 穆总 你说陈总最近在凡圣干得不错 我特意找机会跟你说声恭喜 穆总过奖了 别急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陈总既然选择离开了恩义 从我的立场上来讲 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当然 所以对于私下联系公欧这件事情 陈总还是控制一些比较 毕竟是敌不是有 但是现在公欧和恩义 还没做出什么起色 陈总应该抓紧时间 做好自己做的事情 你跟我说 不能把恩义的技术给我 好 我可以理解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穆总这番话真的让我悲喜交加 很遗憾 做想其成不劳而获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碰到过 对于凡圣我确实是个新人 可在市场上 我应该算个老四季了 所以很幸运的是 在这个时候 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自己很清楚 那穆总这边 你会得到 你应该得到的 如果凡圣超越恩义 那是你的功劳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的麻烦一定比我大 是小念和穆千初夫妇 关系危险的事情 我怎么觉得 你们已经提前知道了 这就不是你 是要操心的问题了 如果我是你 还是会把更多精力 投放在石小念身上 比如她对自己漫画里内容的认知 你到现在 都没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会请快的 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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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久不見 你不会敲门吗 配什么门吗 进来 我要不要说什么来着 小老板 您这是干吗呢 关你什么事啊 有事快说 明天的日程我安排好了 如果您想去那个漫画活动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去 左手呢 右手 出去 它的 这个是在我们楼梳子里 出来了 你还要帮我 去把婴儿盖 给你收拾了 这连那么小龙 我把婴儿盖 把婴儿盖 给我把它把婴儿盖 我自己把婴儿盖 外却做不得了 还没睡 还没睡 骞冲 你找什么呢 我找那套蓝色的背骨 骞冲 你 最近有一个项目到了截股眼上 我得连夜赶工 这几天 我就先住书房了 没关系啊 我等你啊 干吗要住到书房去啊 你 你别多想 我可能会熬得很晚 你还有工作 我怕他让你休息 好了 早点睡吧 晚安 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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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了吗 那个沐谦初已经在那边等 小念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咱们今天是音频直播节目 在直播间里面 你穿成这样干吗呀 我穿给主持人看啊 正式又坚持 你该不会是在等漫画的主人公到场吧 这跟穿正装有什么关系啊 你傻呀你 如果公公从公司里面过来 穿的是正式服装 那我们小念穿的是休闲装 或者是卫衣的话 两个人搭在一起 多诡异啊 我只是想给人留下一个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形象 根本没考虑跟他打不把手的 不过你证明说我好像穿的是正式了点 那我去换个休闲的 你们等我啊 我去换你 你还换啊 我换啊 你快点 来不及了 你还换个休闲 那先这样 合作一块 合作一块 小老板 去哪儿啊 不是去现场吗 走快点 小老板 英明 喂 怎么了 小老板 有个事得跟你汇报一下 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儿 就下班再说 这挺要紧的 就你之前不是说想做安全系统吗 这个事让董事会知道了 现在几个股东来公司了 要跟你谈谈 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也想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呀 肯定不是我说的啊 我拿我结婚证发誓 算了 既然他们知道了 那就跟他们聊呗 走吧 好 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真走着呢 你来个急刹车干嘛呀 你会不会开车呀 不是 你自己不会开车 还好意思啊 你看看 气都掉了 白宇 前面怎么了 好像是发生事故了 那 那咱们还能及时赶到吗 应该可以 我们现在离职不间很近 几分钟就到了 等一会儿警察处理好 录通了就好了 你就怕录不通啊 龚总 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 现在的手机智能系统都差不多 别的品牌都是降低成本求市场 而我们现在突然提高成本 做的还是一个不太重要的 我也不是说不重要 在日常生活里 哪有那么多危险的事 有一千个人买 能有一个用到的几率都很小 只要有一个人用 它就有意义 晓鸥 你是不是有些太擅作主张了 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没有提前向大家提起 不是我怕你们反对 只是我自己的内心 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要不要做 既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不瞒得了 不论你们反不反对 这件事情 我会做的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龚总 龚总 你是不是太固执了 固不固执 不是你说了算 系统我一定会做 你们谁都都要不打我 除非 你们集体投票让我写人 后果你们都知道 不是 师傅 我还有事啊 能不能耽误这么长时间 能不能耽误这么长时间 那就是你先撞我 打个交警电话 过来一个快 这 还剩十五分钟了 来得及吗 怎么办 班宇 你刚才说 从这儿到那边 只有几分钟扯扯 不行 来不及了 你愿不愿意 跟我用最原始的方式过去 原始的方式 快 下车 小念 我们就跑了 快 走啊 等我一下 сдел 到悲心 学会遗忘极其 风试着降波折抚平 我试着将一切抹去 我恨你之间 又透明 他竟然说 快跑啊 忽然就看不到过日了 天叔 你快一点 医生 这钱包怎么回事啊 这个点不应该堵车呀 是不是前面有事啊 小老板 前面目光弹索柔软的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没迟到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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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 辛苦了 是否能倒转时光 刚才我粉丝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之前好像有报道说过 我们石小姐的漫画 是以恩一科技的工总为原型 尤其是漫画里的主人公呢 是霸道冷漠的人物形象 那和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 好像不太一样 沐先生的声音 听起来还是更温柔一些 那作为人物原型 这种反差是特别的设计呢 还是 她根本就不会来 我也不想让她来 都在想什么呀 小妮 看见了 不好意思 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没事 就是刚才粉丝呢 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报道好像说过 石小姐的漫画呢 是以恩一科技的工总为原型的 那其实 还有漫画里的主人公 她是霸道冷漠的形象 那和我们今天现场这位男主角 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沐先生的声音 听起来更温柔一些 所以我们想问 那作为人物原型 这样的反差 是一种特别的设计呢 还是 算是吧 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脾气不太好 经常和小念吵架啊冷战什么的 因为我跟小念从小就认识了 所以我们算是彼此之间 最了解彼此的人 她也经常会把一些 我们生活的过往 当作这个画漫画的一些素材 所以说其实很多漫画演情节 都是两位发生过的真事 对啊 就比如说漫画中男主人公 写不出来文案 然后吵着 让人给她做蛋炒饭这件事情 就是真事 再加上小念本来厨艺就不错 不过我没想到 你还挺记仇的啊 把这些都画下来了 好了 现在 大家都知道 我欺负她的事情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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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位你们找谁 我是那个石小念的经纪人 然后这个是她助理 石小姐呢正在里面做访问的 你们这样 先到那边稍等一下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 粉丝们总结出来了漫画里面 他们特别喜欢的粉红情节 像刚才说到的蛋炒饭梗排名第一 其他还有像机长为师的梗 香烟小吃街 还有篮球馆约会等等 正说其实这些情节 应该是两位相处的日常吧 其实是我小时候 从我小时候的时候 那这些情节更加喜欢哪一个呢 都挺喜欢的 默契啊 都是和青梅竹马 难忘的回忆对不对 那所以小吃街也是有原型的吗 对啊 那个小吃街 就在我们中学附近 现在也很红火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经常去逛逛 要给就给万千 要收就收全部 可誓言太潦草 领悟太藏俗 那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平原孤单不辜负 对吧 由于夜晚 好的 非常感谢石小姐 和牧师师 我们送进去到这儿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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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谢谢 小念 小念 牧剑筑看起来 确实有模様的 算年功不错 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 其实很多事 我一直看着漫画编出来的 以前的事情 记忆中也很模糊了 所以 要是有些对不上的地方 你别介意啊 没有啊 这毕竟 都是你和小迪的过去 那个 我公司还有别的事要处理 就不送你忙 没事 你去忙吧 我让小娃子叫车 拜拜 拜拜 小念 我叫车我们走吧 嗯 走 小迪 你不会想说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种话吧 得 因为我跟小念从小就认识了 所以我们算是彼此之间 最了解彼此的人 他也经常会把一些 我们生活的过往 当做这个画漫画的一些素材 走 所以说其实漫画里很多情节 都是两位八个人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呀 说你都放下了 还说祝福我跟天主 结果呢 你现在什么意思啊 翘翔脚了你 我不是 跟他没什么呀 没什么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一块去做直播呀 还是以漫画原型的身份 就是个误会 不是 不是个误会 这 就是阴从阳差 他来帮我个忙而已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两个 什么时候熟到能帮这种忙了 之前不是很身份吗 而且还说那么多模棱两可的话 搞得你们两个好像很亲密一样 石小念 你不会把那些事情都告诉他了吧 我没有 那天你是故意撕掉那张结婚证的吧 什么 这么想就是了 隔了那么久 你又恰好把能代表你们 同性记忆的东西带在身边 一找就找到了 而且我来找你的时候 恰好千出就出现了 你又那么恰好地 当着他的面把那张结婚证撕了 让他故意怀疑我 你都是设计好的吧 石小念 你故意的 你就是想要这种效果对不对 今天这些事情 是我不对 但是这都是误会 是巧合 你不能光到这儿来发脾气 不听我解释 如果我想做什么 我和穆建筑楼上楼下的关系 我可以在他搬过来的时候 我就抓着他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不是吗 好 我可以在兰威 他是鱿的 我太扯了 那是什么 你 我 我 快要 你 你 我 你 你 你今天不忙吗 怎么突然 我和小迪有点误会 所以刚才就吵起来了 所以你就让沐谦叔陪你去直播是吗 你都知道 原来你真在哪儿 我真没别的意思 我跟小迪也都说过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个巧合 你公司那么多事 我也找不到别人来充当这个位置 而且 我跟他们都说了 我能不能一个人出席这个活动 他们都说 都说不可以 你什么时候可以替我做决定 我找过你了 你忙得头也不抬眼也不睁的 一直在打电话 你时候说 你最近都没好好睡过觉 你公司那么多事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这是理由吗 还是你的借口啊 所以你就让沐谦叔陪你去世了 让他冒出你漫画的原型 还是说这漫画 本来画的就是他 莫名其妙 你在怀疑什么 莫名其妙的人是你吗 看来石笛说的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你 你 你快来跟我当歉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干杯 干杯 来 你说男人是不是情商都有问题啊 我这么替他着想 他还冤枉我 他怎么冤枉你了 他说 我和沐谦叔有问题 他竟然相信石笛的话 说我是故意的 石笛吃醋我是理解的 因为毕竟你把人家未婚夫接走了 可这公欧为什么会生气啊 你和沐谦叔原来关系很好吧 小的时候 和他有那段记忆的人 是我 他不说石笛青梅竹马吗 那个时候他生病了 搞错了 等他病好了以后 他跟他说我是他 他就以为他还是我 好 所以你之前画过一本 你和他在一起的漫画是吗 那漫画具体的内容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那个时候啊 我们俩都这么高 就这么高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爬树 爬得可高可好了 然后他家里人都不让他出去玩 我就把他从家里偷出来 我说走 等我去玩去 我还说我们俩有一个秘密基地 这你得记得 记得呢 我又不是脑袋有问题 这种美好的事 我居然记得 可是他 他都忘了 怎么会有事 我一定负责 他也没有人负责 你自己最终的 小姐 你怎么哭了 我听见您跟石小姐的直播了 不解释一下吗 我只是去帮她一个忙而已 不解释一下 你知不知道我不想你们两个走太近 不解 我应该提前跟你说一说 你是怕 你跟我说了我不同意吗 这就是你过分毛孙的理由 这就是你过分毛孙的理由 你别哭了 害我 你怎么还能够 还不是 你怎么还要 我怎么还会 你为什么还不关闭我 我这就需要 你不能恢复 我现在要 这样 我现在 tra人家 OK 都没有帮我 好 你不愿意 我和他 2015 посмотреть 小婷 今天被睡宵您做直播 是我们有reli技术的感受 对不起 你别生气了 时间不早了 你开车小心一点 明天还有工作 你到家早点休息 明天还有工作 明天还有工作 我还挺意外的 有事快说 我不知道龚总是怎么想的 但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 有些人为什么放着眼镜的日子不多 明天要回应过去呢 可能是眼下的日子过得不好了 回忆再好有什么用呢 日子还是要往后过 不是吗 你想说什么 我想跟你合作 合作 我没兴趣 我就不信 你心里面真的一点波澜都没有 不然你为什么要去直播现场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这儿 我确实去看了他们的直播 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跟你合作的 而是想最后一次警告你 我和施晓念之间的事 是我们俩的事 你最好不要插手 你跟沐千初之间的事情 也不要再牵扯到我们 这本漫画 应该是完整版的了 晚安 是想念 灵魂 那天 窗戇 我应该有和铁灵 五年 是建制的 会决定 第一个国家 希望找不到 南国家 大家可以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